当前形势下 安理会需要的是团结一致 不是分化对立 需要的是为半岛问题政治解决 提供助力 而不是制造阻力 有关国家应该做的 不是利用安理会平台进一步激化矛盾 升级事态 而是拿出实际行动和具体方案 回应朝方合理关切 为重启对话付出努力创造条件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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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